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我們台灣棒球隊的隊伍 已經從東京回來了 桃園機場那是滿滿的街機人潮 副總統蕭美琴昨天也有去街機 那就在今天下午 總統府周邊來了一個大遊行 我覺得這一次一同歡慶的人 甚至街機的人 比今年暑假奧運的人潮還來得多 另外我最動容的是什麼呢 日本媒體這一兩天以來 幾乎都使用了台灣一詞 來代替我們比賽上名義的那個 Chinese Taipei 不僅不給中共吃豆腐的機會之外 也順便跟日本的觀眾反思一下 為什麼台灣要使用中華台北隊 Chinese Taipei 而我們媒體為什麼要報導它是台灣 大家都習慣叫我們台灣 但為什麼我們在比賽上 必須得用Chinese Taipei 為什麼日本的國家隊 要跟一個所謂的直轄式隊伍來打呢 所以這個日本民眾 看多了他們會去思考 而且這個反共的情節 反共的情緒在日本也是越來越多了 比15年前來說是越來越多了 而日本的好多這個媒體 雜誌還有這個新聞報導 甚至是電視台的這個訪談 紀錄片 乃至最近有很多這個想要參選的政治人物 都表達要反中國製造 要反中共的滲透 那是一年比一年還來得多了 當然啦 按照這個國民黨的慣例 是這些人可能是民進黨的演員 而大家知道嗎 我們對五項的球衣是沒有寫台灣的 其他國家都有寫 像是美國就寫USA 日本就寫Japan 像澳洲他就寫Australia 對吧 甚至去年啊 被韓國22比2完敗淘汰的中國棒球隊 也是寫了一個China 也不是寫China 對吧 所以有了這張圖的畫面 最開心的是什麼 我這次還看到好多這個 我們棒球的選手啊 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穿上了台灣的衣服 各種利用這個公共的資源 公開媒體的場合 使用了台灣這個名詞來代表自己 我們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影片 Change a lot Like now every Taiwan player the young guys the old guys they know we can get a champion so we not we not just no more country small country small country can get to a champion okay 真的很謝謝你們香甜 那都是台灣人 謝謝 謝謝 就很高興大家都 覺得自己是台灣 自己是台灣人 而不是說我是中華台北人 就是I am Chinese I am Taiwanese 我覺得這個啊 相比前幾年來說 我們台灣在這一點 是有很大的進步 很多時候看事情 不是淋雨 是我們有沒有往一一直去走 是吧 雖然我們在東京奧運 那個時候 內部證明是失敗 但這幾年好多運動員 就像這樣子 漸漸也認同 或是在國際上 有公共媒體在採訪的時候 趕快講台灣台灣台灣 這張照片是 我們在1951年的時候啊 菲律賓總統邀請 台灣第一支棒球隊成軍 到菲律賓進行的 六場比賽 最後三勝兩敗一合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大啦啦的穿著台灣的衣服 在他國異鄉比賽 那之後的歷史脈絡就是呢 西方國家以為啊 幫助中共經濟蓬勃發展之後 中共國會民意覺醒 會想要更多的政治權利 會想要更多的這個 人權民主 會自我改革 甚至是推翻共產黨 會變成憲政民主 而不是現在的 黨大於憲法的國家 沒有任何的司法獨立 所以啊很多就開始 配合中共去施壓一些比賽 不僅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外 各種大型國際比賽 也禁止使用中華民國 英文 不能使用China的名義來參加 只有四屆比賽 像1956年到1968年之間的奧運 包含了羅馬奧運 東京奧運 墨西哥奧運 我們使用了台灣 甚至是Formosa來參加比賽 直到1976年的蒙特羅奧運 加拿大政府 為了配合中共的一中原則 就是一中政策啦 那一中原則跟一中政策的差別在哪裡呢 兩者皆認同 中共代表合法的中國 但是後者 不認同台灣屬於中共國的 所以當時的加拿大政府 希望我們中華民國 沿用台灣的民意來參加比賽 而不是用那個中國 因為那個中國 我們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在我國政府得知這個消息 之後呢 堅持要以China的名義來參加比賽 最後霸氣退賽 直到1979年 在多方的協商之下 我國政府才再次同意使用了 中華台北 Chinese Taipei 一起來參加比賽 然後我想說的是 時代背景已經不同了 現在的中國經濟是越來越差 通縮嚴重 日本花了將近快30年才走出來 而且日本是有到一個頂峰期 但是中國 他還沒碰到頂 他現在就已經通縮了 那他需要花幾年走出來 青年失業率高漲 而且這還是撇除掉很多的這個 手段 是吧 美化過的 先進國家的各國首腦 包含歐盟主席 都清楚的認知到 中共國不可能自我改革完成 或是因為經濟好轉 進而民主轉型 他們已經知道了 自己已經是失敗了 上一代的價值觀是失敗了 也不會繼續走綏進路線了 所以他們不會再給中共書寫續命 更何況現在的中國跟 30年前的中國差距是盛大了 那又更難完成民主化了對吧 那這幾年全世界也見識到了 中共是如何利用同鄉會來進行滲透 甚至擾亂該國 所以我認為也是時候讓全世界知道 我們內部多數人啊 是願意被叫做台灣的 不然很搞笑嘛 像這個台北市長 蔣萬安說要加碼獎金給 隊伍中的台北籍人 但是沒有一個人是台北籍人 雖然這支隊伍叫做中華台北隊 你想想就覺得很荒謬是吧 假使今天美國叫做USA 英國叫做USAK 假使啦 結果他們的簡稱 都覺得自己叫做US 然後美國還天天嚷嚷著 USKA隊伍是我們的州隊 英國省州隊之類的 是我國的一部分 請問誰不會混淆 不然你們出國都怎麼介紹自己 I'm Chinese Taipei People I'm Chinese Taipei Nice 這樣啊 所以不要在那裡說 萬一被擋掉的話怎麼辦 當然有機會是被擋掉 但凡你了解世界趨勢 你就知道 2024年的國際 對中共政策 與1980 甚至2000年代 是完全相左的 尤其是川普最近任命的 其中一個準國安顧問 黃之翰 她是台灣女婿 雖然是一個廣東移民二代 但多次的挺台灣 更不用說川普任命 將近這十位部長級的人物 都是抗共大鷹派 所以這幾年若是台灣內部有達到共識 肯定證明的機會是比1980年代 到西元2000年代還來得高得多 我覺得這也比買樂透中投獎 中發票投獎還來得高很多 難道你們會覺得 我不會中獎所以就不買了嗎? 還不是大家愛買的要命 是吧? 所以不用再給自己找藉口了 你動起來就對了 對比中國最近發生的事情來說 中國的金牌體操選手 吳柳芳 因為近期在抖音平台 發布了性感跳舞影片之後 長粉120多萬 粉絲數直逼260多萬 他多次得到了世界冠軍盃 近期因為轉型成跳舞網紅 結果暖心被黨支部給刪除帳號 馬上被一對小粉絨反嗆 你被生帳號活該啊 你給黨丟臉啊 你給中國國家丟臉啊 你給國家體操隊丟臉啊 事實上 在黨還沒有出手之前 小粉絨那平常可都是愛看得要死 搞不好你還偷偷錄評下載起來再看 然後一邊看的時候一邊罵他 罵完他之後再繼續看 唉 我就問誰不愛看美的事物 誰不愛看帥的事物 我也愛看啊 最討厭的是什麼? 那些中共的權貴 自己圈子多亂啊 一個官員10幾20個小三那叫正常 很多還送去加州做二奶村 表面上又要給自己立牌坊 同時又嚴打什麼黃什麼黑 結果最黃最黑的就是你自己 看看彭帥就知道啦 中共前副總理張高麗的小三 前幾年彭帥不是發文嗆張高麗 不出幾天馬上全中國封殺消息 只剩外媒知道這件事情 彭帥還對外國媒體解釋是自己造謠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今天是一個小粉紅造謠 國家副總理 早就消失了 不見了 彭帥至今還可以出現在螢光幕面前 還公然的承認他造謠前副總理 沒事 你覺得呢? 而且為什麼彭帥 只對外國媒體解釋 而不對中國境內的媒體解釋 因為中國境內的媒體沒有報導啊 你沒有報導民眾不知道就不需要解釋了啊 是嗎?是因為是吳柳芳不願意當彭帥 變成哪一個官三代的老婆 或是哪一個官二代的小三 所以給他條條路都難走 還是說他以前代表過中國參賽拿到多次冠軍 所以出來做跳舞網紅是給黨丟臉 是給國家丟臉 你們自己誰不愛看 甚至還用了擦邊一詞來解釋 他違規在YT上在IG上 比他更所謂的擦邊的人多得多了去啦 當然也有人認為 那些拿了國際賽事冠軍的體操選手 即便是退役了 也會回歸到一般人的生活 進而降低民眾對中國體育國家隊 或是體育世界的崇拜 導致整個產業鏈的價值下跌 我還聽到另外一個觀點是什麼呢? 中國的MCN這兩家公司互相炒作 反正這個吳柳芳啊 他有名氣之後 他帳號被封了還可以再開一個 沒多久就可以迅速的賺錢帶貨 現在只是賺名氣 而反對的與支持的 正是兩家中國的MCN公司 在互相炒作的結果 當然這個觀點我也是不分認同啦 畢竟在中國真的很多事情 都可以炒作的出來 但是涉及到黨跟國家的面子 估計也是不能做得太過分的 最近這一年多以來 有不少的中國網紅人設翻車 這就不用我說了,對吧? 最後最後啊 台灣還是要繼續的加油 邁向國際 每一個人在每個行業 在自己的專業 在自己的領域上 為台灣付出努力 付出新鮮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了,掰! 全台最期待的這個台灣英雄大遊行 今天就要登場了 而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就是這個重慶南路台北車站這邊的應援點 這邊最特別就是 這邊會有六隊的啦啦隊員 在這邊進行應援曲的應援 看到就是球迷把這個喜歡的球員 都印在這個包包上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球迷這邊 其實也非常熱情 我們現在一起為台灣英雄來加油 大家一起喊聽台灣 聽台灣 聽台灣